欢迎收看大象真白 我是二师兄 今天来说说熊猫外交 古有诗云先有熊猫后有天 熊猫祸众赛神仙 对于很多其他国家来说 熊猫的魅力是无法抵挡的 简直就是超尖端 大规模的非杀伤性武器 如果能搞几只养在自家地盘 那说是举国欢庆的程度也不为过了 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个词 熊猫外交 指的是中国大陆通过赠送或巡展 与商业性租借熊猫来开展外交工作 而熊猫作为国保 多次出国担任友好使者 为发展对外友好关系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实各国间互增礼物 也不是啥稀奇的事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 就曾经赠送了一批 法国共和国卫队的精锐马匹 普京也代表俄罗斯 送给过我们俄罗斯自主研发的 Yotafone智能手机 英国送过BBC制作的纪录片 蓝色星球2 而我们也送出过沈秀 普京总统肖像 纪录片《玄奘之路》 景泰兰赏评等等 而赠送熊猫 根据著名学者唐德纲先生回忆 早在1941年的时候 宋美龄就给美国送过一对熊猫 由纽约市动物园饲养 最著名的熊猫外交 发生在1972年 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 获赠来自四川省宝兴县的 大熊猫灵灵和猩猩 当这俩大熊猫乘专机 从北京抵达华盛顿国家动物园时 受到8000名美国民众的贸易迎接 开馆的第一个月 参观者就多达100多万 到了1982年 由于野生熊猫数量锐减 熊猫外交的模式 从赠送变成了租借 各个国家可以出100万美金美元 向中国租借一只大熊猫 如因人为原因造成熊猫死亡 需向中国赔偿50万美元 繁殖生下的小熊猫到了3岁 也必须归还中国 这事还不是有钱就能搞定 因为除了租金 还需要用各种物资 技术和贸易协定来辅助 苏格兰的协议包括三文鱼 能源技术 汽车 总价值高达26亿英镑 法国则承诺向中国提供 提取核能原料的氧化油 租不到的国家 就上演了各种各样的魔幻场景 比如 而租到的国家也不能松口气 因为养熊猫才是真正的挑战 熊猫非常娇气 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 所以对衣食住行 要求都非常高 荷兰花费5100万元人民币 打造出3400平方米 水光炼雁 茂林修竹的熊猫馆 但和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 耗资1.5亿人民币的熊猫馆比起来 顶多也就算个经济适用房吧 英国人民直接给熊猫准备了专机 比利时总理也亲自为大熊猫接机 加拿大总理抱着团子笑出了花 芬兰为了给熊猫过中秋 甚至请来了合唱团 既不忘经营 何时采人天 妙啊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标志 也是一只大熊猫 灵感来源于大熊猫基基 它在1958年到达伦敦动物园 又在上世纪60年代被送到苏联 截至2017年 中国已经与日本 美国 英国 荷兰 德国 加拿大 新加坡 韩国 马来西亚 比利时 泰国 印尼 法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展开了大熊猫研究合作 并且决定向这几个国家输送大熊猫 有趣的是 以上国家和美国同意交付战斗机F35的国家名单 高度重合 实力不够是无法从美国那里得到F35的 当然也无法从中国得到这个最萌的外交官 值得一提的是 在日本 熊猫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信仰 英导小丸子 有一集叫小丸子去参观熊猫 小丸子的奶奶也回忆说 熊猫第一次到日本时 老中青三代共同封魔 排队三小时 观看仅十秒钟 这一切都得从1972年 那两只初代旅日大熊猫说起 1972年9月 我国把两只大熊猫 蓝蓝和康康赠送给日本 专机在一只战斗机编队的护航下 抵达羽田机场 两千多名记者奉拥而知 日本当红艺人黑柳车子 为了看一眼熊猫 从电视彩排线上 偷偷溜了出来 媒体大军一路围追堵截到动物园 他们一再承诺 为了防止熊猫受到惊吓 绝不开闪光灯 随后遮光帘掀开了十分钟 两只大熊猫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接收熊猫的上野动物园 可以说是业界OJ了 早早就把白熊雕像 图成了熊猫的样子表示欢迎 开放熊猫馆的第一天 一共有5.5万人来到上野 最后只有不到1.8万人 看见了熊猫 第二年上野动物园 以920万参观人次 打破了历史记录 此后7年间 到访的人数达到3200万人 相当于日本人口的四分之一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1979年蓝蓝病倒 从全国各地打来的 鼓励电话接连不断 鲜花书信也堆满了 动物园的收发室 9月4日 在陪伴了人们9年之后 蓝蓝还是离开了 负责解剖尸体的 是蓝蓝的兽医田边 她说 我没有哭 查明病因 是我为她做的最后一件事 后来她痛心地发现 当时蓝蓝已经怀有身孕 十个月后 康康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田边继续当了 30多年的兽医 在熊猫社角落的仓库 百余圈饲养日记 被保存着 几十年来 一日不落 如今 她在家里 种了好几种竹子 万一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熊猫宝宝 没有食欲的时候 算是有备无患吧 康康和蓝蓝之后 代表中日友好的熊猫 一只接一只地来到了日本 目前 共有十只大熊猫生活在日本 这是除了中国以外 全球饲养熊猫 第二多的国家 2017年6月12日 11点52分 上野动物园 也迎来了一只熊猫宝宝 这是动物园 首次自然繁殖的重大成果 为了给熊猫宝宝起名字 东京设立了选考委员会 最终从32万份图稿中 选出了香香这个名字 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排便 第一次从树上掉下来 香香的一举一动 牵动着所有人的心 上野再次成为熊猫狂热者的 耶路撒冷 更重要的是 大熊猫永远肩负着 日本民众的期望 请成为和平的象征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订阅和三连 我是二师兄 咱们下期再见